新一谷冷空气这两天 持续影响我国北方部分地区 内蒙古霍林郭勒今天出现雨加雪天气 5小时市区降水5.3毫米 平均积雪深度4厘米 当地发布了道路结冰预警 从10月5号开始 新疆天山北路普降小到中雪 山区积雪最深超过30厘米 伴随降雪 气温也明显下降 新疆魁屯今天的气温降至零度 创入秋以来新低 受降温影响的昌吉伊犁等地 已开始提前供暖 这两天 北京 山西 河北多地 秋雨绵绵 气温也随之走低 河北邯郸今天的气温下降了十多度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 北方气温将在低位徘徊 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 新一股冷空气 这两天持续影响我国北方部分地区 内蒙古霍林郭勒今天出现雨假雪天气 五小时市区降水5.3毫米 平均积雪深度4厘米 当地发布了道路结冰预警 从10月5号开始 新疆天山北路普降小到中雪 山区积雪最深超过30厘米 伴随降雪 气温也明显下降 新疆奎屯今天的气温降至零度 创入秋以来新低 受降温影响的昌吉伊犁等地 已开始提前供暖 这两天 北京 山西 河北多地秋雨绵绵 气温也随之走低 河北邯郸今天的气温下降了十多度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 北方气温将在低位徘徊 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 中央气微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